对徐总的成全 来 干杯 干杯 来 艾总这么有诚意 就别客气了 有权大家赚吗 当然还要感谢艾小姐 从中斡旋 不客气 要不是一平 给我做的评估报告啊 我还不知道 可以这么出售股权呢 你能降价 那我就唱阿弥陀佛了 这还得感谢你妹妹计划的好 傅怡平呢 规划的好 开玩笑 我这大学同学 可是从华尔街出来的 你出售价格低了 长期利润多了 何乐而不为呢 就是啊 谁跟钱过不去呢 说得太对了 没什么事情的话 我先走了 好 我送你 再见啊 好 再见 慢走 这几天我让律师把合同给做了 过两天拿给你们看 对不起 我还有点事情 好 小方 再见 我也有点事 那我先走了 再见 好好好 那我们一会儿见 哥 谢谢你啊 妹妹 你客气什么呀 对了 你真喜欢她 嗯 行啊 醒完就行 谁叫你说我妹妹呢 成全你吧 还是哥你最疼我 不过呢 我还有一个要求 等一下 等一下 谢谢 是你啊 是你啊 这么巧啊 艾小姐是来乐意找谁啊 谁也不找 好 以后我们会经常见面的 梁小姐 进来 总监 总监 你先稳住自己 我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 这么神秘 说吧 不够稳 不够稳 你先坐下 哪来那么多事啊 说吧 是这样的 来了一个新的社长助理 这有什么新鲜的 这个位子不一直缺着呢吗 关键是啊 据说她是美美乳业老板 艾大成的妹妹 艾小芳 艾小芳 是她呀 各位 现在开会了 今天的会议有两个主题 一呢 是欢迎我们杂志社 新来的社长助理 艾小芳 艾小姐 艾小姐啊 前不久刚刚从海外归来 从现在开始啊 她就要和我们一起工作了 希望她的到来 能给我们杂志社 带来新的活力 那么第二个主题呢 就是我们杂志社啊 明年要改版 从现在的80个版面 增加到128个版面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收入也要翻翻 亮爽啊 你这个艺术总监 明年的担子可就更重了 咱们从内容到广告 都要做到同行业一流水平 有问题吗 没问题 我们已经积累了很多文字 还有图片的资料 还有软广告的客户 没有问题的 对吧 好 有人疼得感觉真好 尝尝看好不好吃 好吃 好吃吧 本来我不是要去这家店的 后来呢 走错路 经过这家饭店 想起你最爱吃这个小红包 对了 那个艾大成的妹妹到我们杂志社 当社助来了 她放着她哥哥的公司不做 跑你们这来干嘛 你刚才说什么 社助是干什么的 社助啊 就是社长助理 你傻呀你 她的职位跟你比起来谁高啊 平起平坐吧 我做业务 她做公关 应该是井水不犯河水 你不要这么认为 她这个人心机很重的 你了解她呀 那怎么会呢 你不也就那天刚认识的吗 你好 都吃上了 我还想带点好吃的给你拿 这好像是我们公司的盒饭吧 你认识啊 是这样的啊 刚刚那个韩乐说你减肥不吃饭 就给我了 我来介绍一下 傅一平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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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平 我跟你说啊 你可得好好谢谢她 如果不是她那天在商场里 把我的裙子刮破了 可能我们两个还真不认人 男朋友 真的啊 不是猫牌的 哦 什么时候我成美人了 我都不知道 你得请我吃饭 那是肯定的 哪天你和梁双有空 我请你们吃饭 好啊 我不知道你没吃饭 你看这 没事 你们慢慢聊慢慢聊 我在外面吃就好了 哎 你在这吃吧 我去给你倒杯水 先坐 你 坐 坐坐坐 你是坐 我是心理医生 你呢 我是金融理财 很般配啊 艺术总监 今儿理财 喂 妈 什么事啊 乐乐 因为好几天没见到李成了 什么时候带她到家里来坐坐啊 那个什么营养汤 什么时候教我坐啊 回头我叫她去给您坐啊 回头 回头是哪天啊 哪天啊 不管哪天也得等我问问她什么时候有时间的 我正忙着呢 啊 好去忙去吗 哎 别忘了啊 哦 知道了 知道了 哎 李成 好 什么事啊 我妈让你去给她做那个什么什么汤 我不去 我有事 那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啊 你要不答应她 她老得催我 我没苦